哈囉大家好 我是查爾斯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款我新購入的包包 跟著我一起開箱吧 時間過得非常快 那在一下子跨完年之後 現在又已經要一月底了 那通常在一月底到二月初這個階段 對於喜歡精品人來講 通常是一個會很興奮的時候 因為在秀走完之後 大概過半年就會有產品上市 那這個產品雖然現在是還算在秋冬季節 但是現在上的新品就是 下一季就是春夏 所以在查爾斯現在手上拿到的這個 就是2018年春夏的包包 雖然現在才一月 但是就是我們的那個產品出來的時間 都會比那個季節大概早個半年 那如果說他的秀要辦的話 通常又會比商品上市再早個幾個月到半年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精品界裡面的一個循環 所以每一次到一二月這一段交界時間 或者到暑假七八月的時候 就是會有很多新品上市 那就會非常的讓粉絲們期待 那查爾斯在接下來的這一季 春夏的這一季呢 我就收了一款包包 然後這個包裝因為非常收到好評 所以本來應該在聖誕節結束到跨年的這段時間 就應該沒有這樣的包裝 可是LV繼續讓他沿用 昂延了一個月吧 就是我們到現在還是可以拿到 這樣美麗的紙袋 然後這樣特別精緻的包裝 好的 那查爾斯今天又要來跟大家開箱 來囉 那我這一次呢選的一個包 你看這個盒子就知道 其實我選的包包沒有非常大 可是是這一次在LV裡面非常受到歡迎 詢問度很高的一個包款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嘿嘿 欸 是一款全黑的喔 你們有沒有想說 欸為什麼我會拿這一款 其實這一個信財包 應該是要信財包啦 因為日文的網站跟官方是用message bag 所以這一款包包 有四個顏色 一個是黑色 然後配的是銀色的這個拉鍊筒 然後膠膜還沒撕掉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那個mogren canvas帆布的 然後它有兩個顏色 三個顏色 一個是我們大家很熟悉的那個mogren的圖案 然後還有一款是藍色的mogren 那另外一款呢是銀色的底 然後黑色的花紋 那就會在日本限定販售 那個台灣就有進別的款式 但是這一款就沒有進 那我們會把照片再補上給大家看一下 當喬爾斯在官網上面看到這一款的黑色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好心動 然後把那個圖稍微放大一點來看 然後發現它是用Tiger的皮革 那Tiger這一款的皮革 在LV的材質裡面 皮料裡面的話 算是比較輕量的 所以雖然這一顆是全皮的 但是呢 它沒有非常的重 如果是用一般 真的做卡布希包的那種皮料 來做一個這樣的包包 也許它就有一點重量 那你在使用上就會有一點負擔 那Tiger還有另外一顆的色 它是上面有印這種 想像十字的話 就我們所謂的手掌紋 或者是十字紋的皮革 那它比較不怕刮到 還是會怕 但是比較沒有這麼容易 就是一刀痕跡就在上面 你就是用指甲這樣用的話 還可以 你不要拿瑞麗的東西去刮 它基本上都不會有事情 所以我覺得Tiger是一款 相當實用 就跟EPI是一樣的實用 那EPI在重量上面 會比較厚實一點點 就會在偏重 那Tiger就是很輕量的一款包包 所以如果你在選擇包款 你想要選擇 價位上面 你比較好入手 然後又比較耐操的LV的 全皮的包包 其實Tiger是一個很 值得選擇的材料這樣子 對 那我看一下 因為我也覺得 我好像沒有一顆全皮的LV的包 我想想 沒有 對 因為大部分都是買反部 有啦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但是我很少有一顆包 是全部就是皮的這樣子 所以我這一次就決定呢 我要帶一顆皮革的包包 因為我真的反部Canvas的東西 太多了 我覺得就是差不多就好 有幾個代表性的 很厲害的包包 這樣就夠了 所以呢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一款包包有什麼樣的特色 那這一款包的這個地方 大概是29公分 它的盤是29公分 高 如果我沒記錯 大概25公分左右這樣 那厚度大概10公分 差不多 如果我沒記錯格式的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的裡面 這個泡泡 好 這裡有一個標 我們確定大家看得到 在這裡 好 這裡有標喔 這是 欸欸 寫什麼 喔 2018年 只要是有秀款的這種 棉份上面都會有特別的燙印這樣 然後呢 在裡面還會有一個夾層 這裡有一個夾層 因為它是黑色 可能你們看不是很清楚 對 然後再來就是空的這樣 我試過了 它的容量其實非常的大 就是雨傘什麼真的都沒有問題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空的夾層 在這裡 滿大的喔 好 然後這一次呢 比較特別的就是在 它的拉鍊這邊 有沒有看起來很像一個 防水的那種功能 看起來非常像防水的功能 那拉鍊拉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會非常的密合 對 那我就也有一個疑慮 就是說 欸這樣子的字上去的時候啊 會不會讓 LV的這個字就是 用久了 就會慢慢的被磨掉 可是呢 LV的品質 我想應該是不會的 他們也是這樣說的 好 所以我們就看看 應該是不會掉啦 那這個材質呢 基本上是用在衣服之前的設計 那這一次把它拉到這樣子的上面 看喔 完全看不到那個拉鍊的痕跡 對那你拉開的時候 這個字就會打開 那拉鍊就藏在裡面 然後我覺得蠻酷的啊 對那 我這個還沒有拆掉 我把它拆掉 這個鎖頭其實以前的拉鍊呢 就會用比較 一般的拉鍊 也不能說一般 就是比較正規的拉鍊 那這一次的拉鍊頭 我就比較有特色 為什麼弄半天弄不起來 等我一下喔 包得太好了 OK 我拿掉了 就會好像我之前那種 Keyboard的鎖頭 有看到嗎 對就很像鎖 但是它不能拿開啦 因為底下沒有鑰匙孔 然後很可愛的小鎖 然後上面兩顆拉鍊也是喔 也是膠膜還沒有拆掉 這邊還有一顆 那我比較一顆給大家看 就是比較一般 我所謂的一般的拉鍊 就是以前的包包比較多 是像這樣子的 可以看到嗎 比較多是像這樣子的拉鍊頭 那這一次在 這一款黑色的包包上面 做的就不一樣 對就是這樣子做頭的設計 好然後在 背帶的部分啊 也是全皮的 也是Tiger 那如果你是選擇Monogram的那兩個 它的雙面會是不同的顏色 對兩個帆布的部分 會是不同的配色 那黑色的就沒有特別的變化 好 這是它的金屬鍵 欸我都還沒拆掉那個膠膜 順便拆一下好了 它這次的也是做黑金的金屬 不是純銀的金屬喔 我就是有一點帶黑色金屬感的 因為之前我的那個Steamer 我有在另外的影片跟大家介紹過的喔 你們應該有注意到 對它這裡是黑色的 帥 好我先拆這樣子 然後背面 就沒有特別什麼要介紹 就是也是全部皮革的 然後底座長這樣 這幾年比較流行的就是胸前包 所以如果把背帶稍微調短一點點的話 我就可以背在胸前 這樣不太短 我背得上去嗎 應該可以 對這個背帶就是你看你自己的使用習慣去做調整 它沒有規定你一定要怎麼樣背 你可以背很短背在胸前 或者是像一個鼠包這樣背在這邊 好 這樣就是胸前 對那背帶稍微再調整就好 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如果像我現在這樣襯衫 就是已經就是 有一點花了 然後 配上一個素一點點的包包 就會 覺得還蠻適合的 不會太衝突 因為 如果我現在穿這件衣襯 然後再配一個Morgan包 就會覺得花有點太多 等一下不知道 是不是 就是蠻多的 所以這樣偶爾 需要一顆素的 而且真的大包 好看歸好看 但是其實真的都蠻有重量的 帶出門其實很辛苦 空包在電上起的時候覺得 哇好漂亮喔 然後拿一拿 然後覺得好好看 結果買回家之後 發現要裝東西的時候 那個手臂就開始受不了了 就是整個就是 大包真的可以 有幾顆就夠了 對 好好看的收一收 差不多就可以 不要一直買大包 因為好 就是我真的是說實在的 因為平常出門 東西也沒有這麼多 是直接用到這麼大一顆包 對所以這一顆包呢 就是春夏盤 所推出的秀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會讓大家看到 有其他不同的款式 這一次還有很多的 包括銀色跟黑色的Murve 做搭配混搭 就是那個材質都是一半一半的 平色然後 還有各種顏色的小包 我覺得這一次的春夏 包括南裝也是就很海灘風 對海灘男孩的一個路線 所以襯衫也是非常的色彩繽紛 有種旅書的那種概念啊 或者是就你一看你就覺得 哇這個就是好春天好夏天 很陽光的一個感覺 對所以我 雖然這一顆是全部都黑色 可是我覺得它有另外一種 特別的風味吸引 我覺得它很簡約 對我覺得默默的 這是一種低調的時尚 如果你看到這個包 你只要拼得出上面這個字 應該就看得出來它是什麼品牌 不要去認這個華文這樣子 OK所以這一款包是我這一次 春夏款手收入 很美 像這樣一款這麼素的包包 你要怎麼樣做出個人特色呢 那如果是像查爾斯的話 我一定會用這個 如果你們有看到我上一支影片 就是十二月聖誕節 就知道它是誰了 它是我們的小熊Rui 那我就會把它 自從我找到這個毛帽之後 就是活受好評 大家都一直在問說 這個帽子去哪裡買啊 怎麼樣 連外國粉絲都在問 我想我可能需要去做一個代購 然後把它寄到國外去 對 查爾斯就會這樣做 嗯 厚在上面 低調 然後 高調 兩個架在一起的一個平衡 你知道 包包非常的低調 但是配件很囂張 這樣就會達到一個平衡 而且很有趣啊 這樣就很有個人特色 是不是 好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搭配 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 那這一款就是我在 2018年的春夏所收的一個款式 我覺得不錯啦 真的 要 你知道買了 買了一些之後 發現實用還是最重要的 對 太大的呢 太扁的呢 太小的 有時候真的是 出門不是很方便 所以還是要有一款 真的很實用的包包 好啦 在接下來這一段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因為在我們昨天是 1月18號的時候 是那個 LV 接下來 2018年的秋冬款式的男裝秀 那在這個之前呢 就有一個消息 就是 我們男裝藝術的 欸怎麼是我們 好像我是員工一樣 就是 男裝的藝術總監 King Jones呢 他要離開了任職7年的路易威登 那其實我們這些粉絲聽到 都有點捨不得 因為 他為路易威登 帶來了很多不同的意象 這樣就是 他把街頭品牌的形象 跟LV這樣子 精品的概念呢 結合在一起之後 非常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那也把 老一輩的人 也不能說老一輩的人 對不起 就是 比較年長的長輩 也帶出更年輕的一個 氣象這樣 對 然後讓更多的人 去認識這樣子的品牌 對 然後吸收了很多 新的客群來 這樣子 包括很久以前 Supreme 大家搶翻 就是一個很好的結合 那把LV推到了一個 巔峰 這樣 超級的巔峰 真的是 聽到他要離開的消息 是有點捨不得 所以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幾款 就是 我在 他任職這段期間 我沒有從頭跟到我 因為我是 半途才加入的這樣 但是我大概從2014年開始 有收到 King Jones的包這樣 那接下來這一段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收到了 他一些 就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這樣子 Let's go 接下來這一段 就要跟大家介紹 查爾斯的一些 King Jones的收場 是吧 那這一顆包呢 就是查爾斯 在2014年的秋冬 購入的一款秀包 這一顆包包 我沒有做過開箱 因為那個時代呢 查爾斯還沒有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來隆重介紹一下這款包 這一顆包對查爾斯的意義非常的重大 因為這個是查爾斯掉入這個 無盡的深淵的第一個代表做的 那當時 以當時的查爾斯來講 聽到這個包包的價錢 就是讓我 倒退了好幾步這樣子 好幾步 好幾步 但是這一款包包 很特別的是呢 在這一次 2018年春夏的款式上面 這個復活了耶 這個把手又復活了 那這次就變成有那個 一半的品色 一半是黑色 一半是銀色 對那我覺得這個把手 其實就是 LV的工藝代表 因為 通常會買到這個把手 你要問我好 有人問我 有人問說好不好提 我說這沒有什麼好不好提啊 它就是重啊 可是呢 就很美 因為對我們這樣子 在買的人來說 其實我很愛LV的工藝 所以這個的工藝 就勝過它的實用性了 我真的是在為了這兩片 這樣子好看 在售這一款包包 因為你要知道 它這個是好幾層 四五層的皮革 然後疊在一起之後 用手紋把它縫起來 然後在上邊膠之後 才能釘在這樣子的 反覆的袋子上面 所以這個工藝 這整個包包最貴最貴 就是在這兩片提拔 所以今年的春夏款 又重新復活這個 我就會很推薦 如果你還沒有收過 這樣把手的朋友 趕快去收這樣子的 把手的手上 因為這個把手 真的不是每一年都有 那這是LV非常代表性 因為這個東西 是用在很大很大的那種 很像衣櫃的旅行箱上面 在用的 釘在旁邊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就會看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元素真的很特別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元素 可以在趁這一機的時候 趕快去收 那這一款包包呢 有三個用途 第一個就是 像這樣子的一個 手拿 托特包 那如果把它折下來的時候 就會變成手拿包 然後它背面也有 背帶 對 好 所以這個就會變成 另外一個比較大一點的新財包 但是就像我說的 它的把手 跟你裝了東西之後 背在身上的負擔 就比較重一點 所以其實我很喜歡它 我很捨不得對它 有人會說 你都沒在背 你為什麼不把它賣掉啊 我就覺得 不行 因為這顆包對我意義很重大 因為它是我入門的第一顆 然後 你看 裡面都是黑色 然後 還跟新的一樣 所以 真的很捨不得 不會啦 我應該不會把它處理一下 不要想太多 所以 它是我的第一顆入門 然後這個格子 在當時呢 還是第一次推出藍色的 我好像叫做 所以這個藍色的格 以前大家看到格子 都是黑色跟灰色的 那 這是第一次出現藍色的格子 所以 這個系列也當時 2014年的時候 也賣得非常好 OK 好 這個是我的第一顆 金 Jones的收藏 這一款 繩子 系列 是跟一位已經去世的設計師 叫做 Christophe Neymann 他有墊在東京 在日本這樣 然後 他的墊裡面 都會是這樣子 繩子的圖案 對包括他的帆布包啊 然後還有很多衣服什麼 上面都有繩子 所以 像這一次 不是這一次 對不起 這一個 吊飾也非常的少 也是很限量 然後上面就有這樣子 繩子的 很像硬幣的一個感覺 然後 銅軍繩 然後那時候真的覺得 它很像銅軍繩 可是用了幾次我就 非常的小心處理它 因為它很容易髒 超級容易髒的 它光是金屬 不見這樣 像膜膜膜都會變成黑色 所以我就要時不時 拿那個 橡皮擦擦一下 那 每一次帶出門之後 我都要回來 就是做一番的情節 用橡皮擦 稍微擦一下 才不會越來越髒啦 對 我在使用上面 是非常小心的 那也因為這樣 就漸漸的就是 不想帶它出門 之後 我就買了另外一個替身 就是另外一條 鑰匙圈 跟它長得很像 就是扣在這上面 那一條我就 不怕髒 因為它就是 反過的材質 不會像這樣子 童心神的感覺 就是混躲到 那這一款呢 就是 很多的繩子 在小格子裡面 又有大格子的繩子 這一款手包 其實在當時也是 大家非常的矚目的一款 對 就是大家也尋溫度非常高 所以 這是年份的代表 就像 你現在看到 有些人在路上拿櫻桃包 或者什麼 春上龍 草間民生上的年齡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是哪一個年份 其實那個不是說 過季的問題 那個其實就是一個 你知道 年份 一個歷史跟藝術的收藏品 因為那個東西 過了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 這些東西真的是 要好好收拾 現在 King Jones又要離開LV了 所以這些東西我想 應該又會被 再帶齊一次的 炒作這樣子 不見得會增值到非常高 可是 這些東西就是已經 不會再有了 對 然後呢 這一個 是同一個系列的 那這個錢包就比較 特別的是 它是另外一個印在 Mogran上面的花 然後你看 繩子變成圓的 然後每一個 好像不太一樣 就是它間隔幾個 會重複一次 這一款呢 就是這個 仔細更長講 這個系列的只有在 東京新宿吧 還是銀座 就是那時候是限定 就 很愛在日本做限定 包括這一次的春夏 LV很愛在日本 做限定發售 這樣就是別的地方都買不到 所以你要想辦法 你去日本 才會買得到 那這一款呢 就是有朋友 剛好在那邊念書 然後就去幫我 排隊 然後去買到 就是那時候 我說的是 剩什麼買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這樣子限定款 其實就會是一個 排隊的狀況 它可能剛開賣前幾天 那種很 很特別 很大的 就已經會被買光光 你根本就沒有東西買 所以我 因為晚了一些些 所以我就 又不好意思麻煩人家說 特別去指定要買什麼 對 那我就說沒關係 有什麼買什麼 不過我最後還是 得到了一個長驕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這一款 也是一定要好好增長的 因為 這款太特別 然後非常的不容易入手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要留著 好 再來是這一顆 也是手拿包 我好像收了不少手拿包 所以就剛剛我提到 扁扁的東西 是新的 要裝 不是這麼容易 就是好看 好看 對 那這個藍色 就是在今年的 春夏款上面出現的藍色 那再之前一點 記得這個好像是 15年的春夏 對 還是16年 15年 忘記了 反正呢 這一次這個是 非常的特別 是上面印了這種 紅白相間的 條紋 然後這一季非常有名的 就是一件 橫須赫外套 對 幾乎是在那個同時呢 King Jones把 橫須赫外套 就是 又推上一個高峰 因為以前就會覺得 橫須赫外套 比較 俗氣或什麼的 但是 有兩隻赫在胸前啊 然後整個藍色 紅色這樣搭配 非常的美 然後到現在喔 橫須赫外套 都還是很受歡迎 所以我覺得 他真的很厲害 他非常有前瞻性 然後帶出很多 讓其他品牌也跟著效法 的一個 怎麼講 領先者這樣子 所以這一款包包 就是在這個地方 特別的是有這種 橫膠的 小LOGO 這個是我另外一個 我所謂的全皮革的包包 就是這種 對 因為APPY 我有小錢包 然後這個 然後加上我另外一個Keyboard 就是 蠻能拿這樣 對 那這個東西呢 他就是 唉 炒作 那 喔 Supreme這個東西 對於真的愛Supreme 我可以理解他們的狂熱這樣 對 因為後來陸陸續續碰到一些 非常喜歡Supreme的朋友 然後我們就來聊 發現這個東西 只要印上這一行 真的 你不管在什麼 磚頭啊 筷子啊 碗上面 只要是Supreme 對上講那個東西就是 至高無上 就像他的品牌一樣 那不用說跟LV這樣子的精品合作 那真的是不得了 那聽說 這樣子的東西 已經真的是炒價 炒起來炒到一個很驚人的價錢 這樣子 所以我還是覺得 好好的留著他 對 雖然他的 吵架非常的誘人 這樣子 對 然後裡面呢 還是用這種 有點融布的感覺 的內容 這個之前在別的影片介紹過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 那這一款就是 真的是 Tim Jones把街頭風格 潮流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跟精品一起做結合 推到一個 超級的點風格 然後在他更之前呢 他有一次是跟 潮流教父 藤元浩合作 那這個就是 跟藤元浩合作的 Incent Monogram 然後這個水桶包 非常的可愛 然後非常的受歡迎 很難買 對 所以上面就有 他的那個 Fragment 東京 跟Louis Vuitton Paris 就是兩個地方的品牌 然後做的結合 他就把它印在上面 然後背面也有 一個閃電 是藤元浩 他品牌的logo 加上LV的logo 那這款 小包 真的也很能裝喔 他雖然是這樣 可是 因為他是漱口的 然後裡面沒有特別隔 人家就是一個小袋 所以 盡量裝 就是都可以把東西 裝在這個裡面 OK 好 這幾樣大概就是 查爾斯 在這一段時間 所收到 不是 Tenna 對不起 King Jones的作品 雖然沒有很多 可是就是至少我們每一季 都有支持一下 他的一樣作品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畢竟 才藝也不是挺雄厚的 對 但是就是 還是很希望每一季 都會有一個東西 是拿來收藏的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的 包包的系列 希望大家會喜歡 在最後呢 我們也即將要到了 農曆的新年 所以 文威登不免俗的推出了 新一年的紅包袋 那今年輪到的是什麼年 狗年 所以這一次LV呢 推出的是 狗年的紅包袋 你看 好可愛 上面有好多狗狗 然後有 燙金的 跟浮雕的 不曉得大家看得到嗎 就是有立體的 沒有顏色跟金色的狗狗 然後在背面的地方 這LV行李箱的這個鎖 他就把你的錢都鎖在裡面 收到紅包就拿不出來 這樣子 才有錢去 那個 買新的包包 好 希望接下來的一年呢 大家都可以 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平安 然後很快樂 然後也有很多的 收入 這樣然後我們就 貢獻給了 對 沒有這是自己 內心花的 然後呢 LV在今年也推出了 狗狗的燙印 就是 目前好像記得 有羊 有雞 有 猴子 還有狗 狗是經典的 那狗狗的圖案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這個 是 我們 男裝 藝術總監的 KING JONES 他養的一隻狗狗是 柴犬 那他之前有做成鑰匙圈 這一次出了是有大的跟小的燙印 只要你手上呢 有正版 路易威登的商品的 皮夾 或者是護照套 任何是皮革 你捨得去做燙印的話 都可以拿到店上去做免費的燙印 那台灣還有很多有特色 包括 100有101的燙印 然後 台南有 安平建設 很酷吧 接下來月底 查爾斯就要去一趟台南去做安平建設的燙印 到時候我會再做另外一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 那就盡情期待囉 所以別忘了 我們要怎麼樣 趕快把我們手上有人拿去做燙印 不管燙什麼 你自己的名字縮寫都好 所以呢 我們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一年呢 我們繼續支持查爾斯的影片 然後如果你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一下訂閱 然後幫我把影片分享出去 時不時呢 我在我的粉絲頁查爾斯愛逛街上面 也會來抽個小禮物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粉絲頁上面去看 那今天的開箱跟分享 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bye 下次見